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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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們今天呢 大家可以放鬆心情 今天的課程沒有雷 他非常的簡單 嗯對無雷這樣 那其實事實上我也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我今天要上課 這些東西都很簡單 你只要學過微積分跟上學期的 課程如果你真的有學到八成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我今天上課 有一般的東西是重複的 可是我過去教書的經驗是 重複是好的 我們就浪費底片一直把它錄下來這樣 那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先跟大家講一下 邏輯上非常的乾 非常非常的單純 就是說 過去你們對於電力的了解 應該就是庫倫定律 那庫倫定律看起來跟牛頓萬有引力 非常的相像 那如果你現在腦海中還有奇特的神奇的感覺 就是每一個原子就是一個小小的太陽系的話 那我也只能為你感到很悲哀 那不過沒有關係 你可以認真的把普惡二修完 應該就不會有這樣的 這樣的心情了 那所以庫倫定律 本身其實事實上不是一個定律 它是Maxwell Equation一個特殊的解 所以我們今天會從這裡切入 然後看說 欸我怎麼從描述兩個 Charge之間的交互作用力 最後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電場會自己冒出來這樣 所以本來這一堂課是叫 Columns Law跟Electric Fill 後來為了要再一次強調誰是主角 誰是配角 所以我就把Columns Law拿掉了 所以我們這堂課就是講Electric Fill 所以就是場的概念是怎麼出來的 然後場的概念一旦出來之後呢 接著就是用洗腦式的方式 就關注大家各種不同的幾何狀態底下 產生了場 那在跟日常生活最相關的事實上是Dipole Fill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Dipole Fill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我舉的例子的2345有沒有 都是什麼 都是為了教學方便 事實上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不會看到2345 或者說你看到的時候 通常是你人生最後會看到的事情了 你就被摧毀了這樣 因為事實上酷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就是我們上次其實已經Demo過 無論在圍觀上或在宏觀上 所以你一般感受到 譬如說為什麼你可以把手這樣舉起來 對不對 如果學生今天突然考說 請問為什麼你現在可以怎樣 就是用鉛筆做答 答案是A然後B什麼什麼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是電磁力 是什麼樣形式的電磁力 其實一般來講其實事實上你用到的是Dipole Moment 所以它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Electric Configuration 然後最後的話 就是我們回到Maxwell Equations 那我過去的經驗是 第一次講的時候你會被嚇到 然後覺得很難 然後你就一直講 他每一堂課都出現 那你就會被洗腦 這有什麼稀奇的 我們老師從普爾就是 只要講電磁 每一堂課Maxwell都會出來怎樣 跟大家說Hello 那你就會就習慣了 那你就會覺得他很簡單 對 所以我們這堂課最後 你還會再一次看到Maxwell Equation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your life you will know how to solve Maxwell Equation and then find a solution ok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其實要講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從最簡單最簡單的開始講起 假設在空間中你有兩個chart 一個是q 另外一個是小q 那我們都知道事實上這兩個charm 會彼此失利 譬如說我現在concentrate在這裡好了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會受到一個b 那這一個b的大小 事實上我現在會開始就放棄k了 因為我們一般其實現在是用si unit 我們酷能率是這個樣子的 OK 它是長這樣 那常數的話就麻煩自己去查課本就可以了 然後q乘下q然後是除以r平方 所以它看起來跟重力非常非常的相像 唯一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一個東西 是only for static charges 可是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兩個charge 如果之間有力 下一瞬間會怎樣 就會動嘛 所以研究靜電力本身是一件 人生最無聊的事情這樣 如果不是因為大家數學比較爛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上靜電力呢 好 所以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學電池最後只學到靜電力 你要問一下你自己你在幹嘛 那我們乾脆直接教數學就好了 好 所以這個是當初 過輪最大的一個發現是 它發現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那它會這樣發現 大概可以猜想 其實就 對就是 它就量一量 然後發現跟牛頓的 萬有引力定力非常非常的想像這樣 那我們現在其實就要從這一個角度 然後出發 然後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們在static charges的時候 在電或是鏡子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等價的看法 這個看法是這樣 這個看法是 這個看法是 我把這樣的一個庫人定律 分成兩個step 第一個step是什麼 第一個step是 第一個step是 它是source OK 那就好像有同學問 什麼叫source term source term就是 就是這個 OK 所以 你之所以會有 電場的來源 就叫source 就是來源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想要去解釋說 這個小Q 為什麼它收到一個電力 那你可以直接說 喔 就兩個charges之間有這個電力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想法 你可以想像說 事實上是 這一個source 這一個大Q 在這一點 建置一個什麼 建置一個電場 然後這一個電場 是1 and in general it depends on R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 就是 Charge Q establish the electric field E R OK 那第二件事情才是什麼 第二件事情是 第二件事情是 在那一點 然後 那一個charge Q 它會跟 local electric field 作用 而感受到一個電力 所以意思就是 Charge Q Fill the force cause by the local field OK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是兩件非常單純的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什麼 一件事情就是說 大的Q呢 事實上它怎樣 它創造了 它在整個空間佈置了一個electric field 這個electric field的大小 這個electric field的大小 就等於 4pi f0 分之1 q 除上 r平方 r head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什麼 另外一件事情是 那這個小Q呢 它怎樣 它事實上是感受到 在這一點 其實有個local electric field 所以 它的電力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 q 再乘上 local electric field 那如果你其實只是這樣去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場這個概念其實並不是 很有用 很有用 如果全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不會動的 OK 那這種概念其實是沒有用的 場的概念就沒有用了 所以你要記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全世界的東西都不會動的話 你就不需要學場論 OK 那當然反過來 我們知道全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怎樣 都在動 可是那不代表你就一定要 學場論就對了 如果用邏輯很清楚的話 只是說 那時候如果你沒有場的話 你就會活得很辛苦 你就不是能夠很理解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在這邊其實 這樣的一個二階段的聊 了解跟cooler的定律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如果charge不會動 可是當charge會動的時候 你熟悉的cooler定律 會用一種 超恐怖的醜陋的方式 呈現在你面前 我們或許下一堂課會看到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用場論的話 它就很單純 它其實事實上 一個source 怎麼去創造electric field 它其實有它自己的規律 然後 然後這裡有一個electric field 你如果放一個charge在那裡看 你收到什麼電力 它也非常非常的簡單 而且事實上 它就變得非常的自然 如果這個東西會動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這邊創造的electric field 其實需要一段時間 才會跑到什麼 跑到另外一個距離的地方去 所以你事實上是跟 當地的electric field 作用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突然很神經病的 跟遙遠的電荷直接作用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可是當全世界的電荷都不會動的時候 這兩個概念 是沒有辦法被區分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只要電荷會晃動的時候 事實上 你要用場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們這一堂課 要學electric field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 基本上呢 我在這邊其實只是什麼 只是重複我當初在講 廣義相對論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學重力場的概念 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把那時候的OC表翻出來看 你會發現 我講的東西 傳達的概念是 一模一樣的 沒有任何的差異 OK 唯一一個差異是我沒有在認真的教導大家 重力場滿足的場方程式是什麼 因為重力場滿足的場方程式 比我們要學的電場滿足的場方程式 來的難很多 所以我們就跳過沒有講了 好 Any questions 所以希望大家到這邊來就是說 可以慢慢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當我們今天在描述電詞作用的時候 主角是電場跟磁場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熟悉一下 就是這個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們先從diple moment開始講起 就是中文好像叫偶極句 的樣子 嗯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在 這樣的一個X軸上面 我在這裡有一個Charge 這裡有一個Charge 然後這個Charge 是帶負電是負Q 這個Charge剛好帶正電是正Q OK 那這兩個之間的距離呢 是d 我現在想要問一件事 就是我如果在這一點上面 它Electric Fill是多少 那我們這堂課裡面呢 會一直碰到一個概念叫Power Log 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稍稍感受一下 就是為什麼這樣那個答案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一段距離 是X 然後這一個距離 是R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從這一個圖 這個正電事實上在這裡會產生一個Electric Fill 是長這個樣子 比如說我們把它叫做E正 好了 OK 然後這裡 事實上是有個負電 所以 然後因為這是正Q 這是負Q 它們倆事實上是一模一樣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它會產生一個E負 那你在這邊其實可以看得到 根據對稱性 其實它們的Hororonto Component會怎樣 會完全消失掉 然後你最後其實留下來的Electric Fill 其實事實上呢 是在垂直的這一個方向上 所以我等於其實事實上 雖然Electric Fill是向量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其實認真的去算這樣的一個向量盒 那意思就告訴你說其實 這是一個三維的向量 所以你應該其實要算三次 但是你選擇一個平面 你選擇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是這個正Q跟負Q是在那個平面上 然後你的距離剛好是在它們的對稱軸上面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對稱性 OK Bisymmetry Argument 你知道了Electric Fill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只要看它的大小就好了 所以它的大小呢 我們事實上就等於1正 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這一個角度 那譬如說 好把這個角度叫θ角好了 這是同樣的一個角度 然後再乘上cosθ 然後再加上1負 然後再乘上cosθ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到第一件事 1正 事實上是等於1負 對不對 它的大小 然後它的大小 根據過人定律的話 事實上就是這個charge 造成的 所以它其實是Q 再除上4pi ε0 OK 然後再來是 r平方分之1 那要記得一件事 因為這裡不需要再去管正負號 因為這裡1正跟1負指的是 這兩個電場的什麼 的值 所以它其實跟Q是正是負 已經沒有關係了 第二件事 當然是從這個幾何上面 你可以很容易可以看得出來cosθ是多少 如果你今天其實事實上去看這樣的一條線 然後這樣切下來 這是θ 這是θ 所以你知道最後投影到這來其實才有用 所以cosθ是多少 是R除以d over 2 對不對 OK 所以就還蠻簡單的 所以就只要把它帶進去就好了 接下來就是就是 justalgebra 所以如果你其實代數蠻厲害的話 你可以開始睡一下 我待會會叫醒你這樣 好 所以你從這裡開始的話 我還是跟其他的同學稍稍講一下下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要知道這是一個vector sum 那你看到一個vector sum 你應該立刻就是整個人要醒過來 就是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but then because we have some symmetry 所以呢 這一個vector sum 變成的是什麼 變成的是 effective component的一個代數式 有些它變成一個one component 它從三個component變成一個component 為什麼可以做這件事 是因為你直接從這裡可以猜出來什麼 可以猜出來 電場的方向 那不要忘記了 一個三維空間中的電場 有三個位置數 你知道方向之後 你就已經知道兩個位置數 所以你最後只要知道它大小就好 所以我們等於去算它的大小 那算它的大小 接下來的話其實只是代數上的一些問題這樣 好 所以一的話呢 就等於從這裡知道 是兩倍的一正cosθ 然後它就變成是兩倍乘上 q除以4pi epsilon0 ok 1 over r square 然後後面的東西呢 是d over 2 divided by r 然後最後的話 你就全部把它寫出來就好了 這個2跟2消掉 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這個結果 其實跟q跟d有沒有 的成績有關 然後這個是r的三次方 你如果把它寫出來的話 r是什麼 r事實上是x平方加上d over 2的平方 開根號的三次方 好 所以它是x平方加上d平方除以4的2分之3次方分之1 好 所以這個答案看起來有一點點恐怖 but then the key point number1 is that this is actually proportional to the product of q timesd which we then define as p and that's what we call the dipole moment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事實上我有一個東西 這個q是只有一半 就是-q over 2 q over 2 可是d變兩倍 那你最後算出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前面這個factor是一樣的 那後面當然會改變 可是我們待會會發現 後面這一項東西怎樣 這個修正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來看一下 在真正的狀態底下 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身體裡面最常碰到的dipole moment是什麼 就是不要忘記了 就是米老鼠這樣 就是h2o啦 這是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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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腹電 所以你最後弄出來之後 一隻米老鼠就會怎樣 對就會有個dipole moment 那dipole moment很可愛 dipole moment會喜歡跟電廠的方向一樣 你自己想一下就可以知道 它其實事實上 比如electric feel 如果是這樣有沒有 dipole moment 其實鎮電就會跑這邊 複電會跑這邊 因為這樣才會平衡 其他的話就會動來動去 所以因為一般的食物裡面有水 水有dipole moment dipole moment喜歡跟electric feel 一樣 所以有人就想出一個 非常怪異的方式來加熱食物 就是微波爐 他就是耍水分子 什麼叫微波爐 微波爐就是這樣 微波爐就是在你的微波爐裡面 一會步直 electric feel 長這樣 一會步直 electric feel 往下 往上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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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非常的快 然後食物裡面水分子就怎樣 他在往上的時候 他想要跟著往上 他往下他想要跟著往上 就是水分子 就是一顆米老鼠的頭 可以想像嗎 就是當你在弄微波爐的時候 那裡面就有很多米老鼠 就是疲於奔命 就是轉來轉去這樣 那這樣一個動作 你可以說是搖頭晃腦 也可以說是轉動 那這樣一個轉動 因為米老鼠跟米老鼠 米老鼠跟其他的分子間有摩擦力 所以 因為他在那邊晃頭這樣 所以就怎樣 所以就產生了熱量 那食物就是這樣變熱了 對 所以譬如說 我如果今天是微波爐 我就是說 好現在我們來就是打 學期末的成績 就是我指那邊 大家頭轉那邊 我指那邊大家頭轉這邊 然後我就開始耍弄大家 大家頭就轉來轉去 然後因為很熱 然後於是室內空氣就變熱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微波爐運作的方式 OK That's really cute 你這邊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你在卜物課 學到一個小小的東西 如果你知道怎麼運用的話 你其實上可以就改變人類的 的很多 有趣的 的生活習性這樣 So that's how microwave works 所以下次你碰到微波爐的時候 想一下 裡面有很多小小的米老鼠 然後他們都在 diple moment 然後幫你在做這件 辛苦的工作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一般上來講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一個diple moment distance typically 其實事實上在很多很多時候是 很小很小的 然後我們的距離 我們其實是離這個diple moment 相當遠的距離 比如你今天一杯水 你連他的距離 可能是一個centimeter 然後一個水分子的大小 是比nanometer還來的小 所以其實這個中間差了什麼 差了至少九個數量級左右 所以它是很巨大的一個差別 也就是說在正常的狀況底下 其實我們常常 其實不需要去看到 這麼醜陋的一個東西 我們其實常常會發現 我們是在什麼 是在long distance limit 是在long distance limit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常常是在d3x 圓圓小於1的狀況底下 那我們現在想要去看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的electric field 是不是會找比較簡單的形式 答案是會的 那我們如果要做這件事的話 我們需要稍稍知道一點點數學 就是你怎麼去把這一個東西展開來 所以我們重新再寫一下 我們把我們的electric field 就寫成p dipole moment 除上4pi epsilon 0 OK 然後再寫上 把這裡這是x平方 然後d平方除以4 然後這是2分之3次方 事實上 你可以去看到 如果當這個很大的時候 其實比較好的一個方式是什麼 是把x提出來 那x是平方 2分之3次方 提出來就是 提出來就是x的3次方 所以剩下來的東西呢 就變成是1加上d平方 除以4x平方的負2分之3次方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我們的 Electric field 寫成這樣的一個形式 好不好 所以前面這一塊呢 事實上就是你為了方便提出來的 那後面這一塊 我們可以用binomial expansion 去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去化繭typal 所以我們需要binomial expansion 那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事實上 你以後都會常用到這樣 所以什麼是binomial expansion binomial expansion就是1加上z的n次方 它可以asynthetically展開來 變成是1加上nz OK 再加上2階乘分之 n乘上n-1z平方 再加上...這樣下去 然後記得一件事 如果這個n是整數的話 其實你應該可以去證明這件事 它非常非常簡單 可是這樣一個式子 其實事實上 n不一定要是整數 那所以整個的mine點是 你今天用二項式展開 然後這個z可以是complex number 這個n也可以是complex number 所以... everything is pretty general 除了n跟z不是矩正以外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碰到這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們剛剛其實碰到的是1加上d平方 除以4x平方的幾次方 的負二分之三次方 它其實就差不多等於什麼 差不多等於1 然後再來的話是加上nz 所以把這個乘下來 所以是變成減掉八分之三 d平方除以x平方 然後再加上點點點點點點下去 好不好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把它帶回來 一個diple moment 它的electric field 的大小 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 我們的electric field 我們的electric field 事實上是等於 p除以4pi ε0 x的三次方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 1減掉 八分之三 d平方 除以x平方 再加上點點點點點下去 所以在這邊當然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第一項 最重要的項是什麼 是p除以4ε0 然後再來是x三次方分之1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事實上就會變成是 減掉八分之三 p除以4piε0 然後這邊的話變成是d平方 然後再來的話是x的五次方 ok 那這一項 在long distance limit it's much smaller right 所以當你今天在所謂的長距離的極限底下的時候 這一項就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你就可以拿了 所以你最後就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 這樣的一個diple moment 它的electric field出來之後 就會變成是p除以4piε0 1 over x的三次方 所以這個跟你過去學的coulomb's law 事實上不太一樣 所以你在這邊其實事實上可以看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其實只有一個正Q 然後你只有一個負Q的話 事實上當你在很遠的地方去看它 其實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是1 over r平方 就是反平方定律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一個正Q跟負Q 他們兩個放很近 然後在很遠的地方去看 你會不會看到反平方定律 答案是不會 因為正Q給你什麼 給你Q除以4piε0 1 over r平方 負Q給你什麼 給你負Q除以2pi 4piε0 然後1 over r平方 所以如果你數學不是很好的話 你就會說 那太好了 一個正Q跟一個負Q 我在很遠的地方 我看到的電場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0 這是我們一般對電中線的了解對不對 那是錯的 OK 那是錯的 所以事實上當你在很遠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是正電跟負電之間的什麼 的距離 它會定義出一個新的量 它叫diple moment 然後它是1 over r的三次方 所以你只能說 當你今天一個東西是電中線的時候有沒有 你在很遠的地方 你會發現它1 over r平方前面的係數是0 可是它的整個電場事實上不是0 那你當然會期待 這一件事情應該就可以跳脫 我們上一堂課所有出來的魔咒 也就是它的力的大小 應該怎樣 應該就會來的小蠻多 不會到摧毀整個生命的存在 或摧毀這個原子結構的存在 那確實是這樣 所以這是為什麼diple moment 就是說雖然我們有kueren定律 然後我們常常在教點電課 可是事實上 what really runs in biology or in most natural cases 其實事實上是diple moment 所以它很簡單 可是就說你要知道這件事 那所以你其實在這邊 非常鼓勵大家回去 就是做一個realistic的estimate 然後去看一下 為什麼細胞跟細胞之間 他們在做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常常可以是用diple moment 的interaction 而不是用我們一般知道的kueren interaction 好不好 好 所以這是有關於第一個 最簡單的 就是兩個點電課出來的 Electric Fill 不知道它有什麼問題 嗯 難道微波之外 沒有其他波可以讓 讓那個整個子這樣來 那麼多 為什麼一定要微波 說得很好 那 你就這樣想好了 我如果今天真的很快樂 就請大家頭轉這邊 頭轉這邊 你看沒有人理我啊 所以這是一個工程上的問題這樣 就很顯然的 我也是某一種波 我剛才其實就是一秒動一次 然後你們 每一個人還是都可以 隨著Electric Fill 轉 就說你們還是有diple moment 不要不想理我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工程學上的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你不能太慢 如果你太慢的話 就是很溫熱說 來隨分子請往這邊 隨分子請往這邊 這不會有什麼加熱的現象的 你大概用嘗試想就知道 對不對 就如果請大家都在那邊睡覺的話 其實不會造成什麼 很熱烈的場面 but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我就說 請往這邊這邊 我變得非常非常快 快到你們怎樣 迅雷不及嚴耳的時候 你們就會選擇怎樣 不動 對 所以在這邊其實你需要怎樣 你需要夠快 然後又不能太快 那你要夠快 所以水分子才會騷動 可是你又不能太快 快到水分子怎樣 跟不上 那Wayboard turns out 就是在這整個狀態底下 是最恰當的頻率這樣 那這背後其實當然是有解釋 可是他就比較是工程上的問題這樣 主要就是剛好在那個頻率 然後他可以跟上 所以這是很棒的問題 OK Good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就請大家狠狠的記得這件事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dipole moment 事實上呢 其實就給你一個1 over r 的三次方 所以你現在可以知道了 如果今天其實整個東西 遠遠來看是電中性 可是他們的charge distribution 不是均勻的話 他其實事實上就會帶一個 electric dipole moment 這electric dipole moment 在遠處的時候 不會給你酷仁定律 可是會給你一個1 over r 三次方的定律 好不好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其他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這邊其實事實上 收集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 我如果今天有一個q的話 我知道他在遠遠的地方 1其實事實上出來就是1 over r 平方 那我如果在這邊 其實有一個正q 有一個-q 然後兩個之間的距離是低的時候呢 我在遠遠的地方發現這個1 其實事實上是正比於y over r 的三次方 so to some extent you can solid imagine 我們所謂的電中性其實只是說 他r 平方的係數呢 事實上是0 所以他可以有更小的解答出現 好吧 所以這是我目前學到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學的其實就是 呃 會稍稍比較難一點點就是 我們要用到微積分 然後我們如果今天有一條線 跟我們今天如果有一個面 然後跟我們今天有一顆球 然後他們是不同程度的均勻帶電 如果是一條線均勻帶電的話 我們通常是說 它的總charge 除上它的總長度 事實上是個常數 那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一般叫lambda 它叫linear charge density 那如果是一個面均勻帶電的話呢 我們就說 它的total charge 除上它全部的area 除完之後 事實上是個常數 也就是area越大 charge越大 那這樣的一個均勻帶電的一個板子 那上面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叫做sigma sigma的話 就是surface的charge density 那最後最後的話 是如果一個均勻的球 裡面就均勻的帶電 那它當然 我們可以定義q除上v 那這個是大家國中時代的好朋友 就是密度真正的定義 那你們過去學的密度 其實它的全名是叫做質量密度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就是m除上v 其實事實上是任何的存量都可以定義什麼 任何存量都可以定義那個存量的密度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質量拿來除以volume 那你得到的就是什麼 質量的密度 如果你是能量來除以volume 你得到的就是什麼 能量密度 那如果你今天是電荷拿來除以volume 那你得到的就是電荷密度 so that should be something pretty simple 那這些都是密度 所以對於如果你是第一次碰到的話 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基本上 我們因為一個東西它糾結在一起的什麼 幾何形狀不同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定義不同的密度來 就是其實只是方便使用 如果你是基本教育派的話 你可以說什麼 你可以說這世界上沒有點沒有線嗎 不然你找個點給我看 找一條線給我看 線的存在就是你看得到它 可是它事實上沒有這樣的寬度 有這種東西嗎 沒有寬度為什麼你看得到 所以它只是一種概念 所以不要忘記了 其實最終最終我們活在三位的空間裡面 其實wrote才是真正的所有的東西 那這些都是什麼 就方便的概念 可是它確實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講起 那這個的話呢 就要請剛才睡著的同學 你就要醒過來了 因為它有點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均勻 帶電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 那 我現在離這一個東西的距離 是x 那我想要問的是 這裡的electric field 是長什麼樣子 ok so again 你應該回去認真去思考一下 誰會創造出這些electric field 那答案是這樣的 答案是 你就隨便取一小塊啊 假設這一小塊的長度 叫dy好了 那我們就知道說 它其實事實上帶了一點點什麼 dq 那這個dq 那這個dq 是多少 這個dq就是 線密度 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dy 所以線密度的定義就是 單位長度裡面有多少電量 所以線密度只要乘上長度之後 就是等於什麼 就等於它帶的電量 所以這樣一個小小的 infinitesimal的dy 裡面它帶的電量 其實事實上就是dq 然後lambda乘上dy ok 然後它會造成什麼樣的electric field 我要因為它是 無限小 對不對 所以它在這裡 會造成一個 無限小的d1 好 那你的噩夢就開始了 那你的噩夢就是說 你最後想要算你的electric field 事實上是這些 所有的d1 全部加在一起 那因為他們是infinitesimal 所以我們就寫積分的符號 然後這樣把它寫下來之後 你的人聲就突然變得非常的淒涼 因為 它就變成是一個向量的積分 然後你在正常現在的年紀 應該就可以直接抱怨說 向量的積分你不會算了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用同樣的一個技巧 就因為這個 事實上是個vector的integral it's not even a summation 所以我們要把它簡化 那可是不要忘記了 它是個積分 積分是有尊嚴的 所以一個積分怎麼簡化它還是什麼 我只是可以把形容詞去掉這樣 right 它是vector integral 我可以把它畫成積分 對 我沒有辦法直接用邏輯的方式 直接把它畫成答案 說來這個答案就是lambda 除以2pi x 這樣 我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怎麼把這個東西化解 所以我們化解的方法也是一樣 by symmetry argument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得到 對稱其實在很多時候 是非常非常powerful的 所以我們同樣要去看一下 那by symmetry argument 背後的原因是想要幹嘛 其實事實上就是想要去把 Electric field最後最後的方向找出來 所以你去看一下 這一個會造成這樣的一個D1 那在對稱的地方一定有另外一塊會怎樣 它的D1是長這樣 所以你知道其實最終最終 你的Electric field事實上是朝著這個方向 所以你就學到了 其實事實上呢 你只要去做這個方向的projection 然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你的人生就勝出了 好 那所以在這邊的話 其實你需要的 其實基本上是theta方向的projection 所以也就是從下面開始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算這個 Electric field的大小 事實上是每一個DQ 然後在水平方向上的貢獻 那每一個DQ在水平方向上的貢獻 怎麼算呢 這是x 這是y 這是r 所以我們就一段一段算就好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D1的大小是多少 這個D1的大小就是DQ 除上4πε0r平方 對不對 然後它其實事實上 最後只會在cosθ之後才有用 其他的地方就會消掉了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了 所以基本上 每一小段的貢獻就是長這樣 那我們稍稍把它畫成我們可以計算的形式 不要忘記了 x在這裡是個constant y在這裡是 a rounding variable from minus infinity to plus infinity 所以DQ在這裡的話是lambda dy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4πε0 然後r平方的話是多少呢 r平方事實上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 那cosθ是多少 cosθ非常簡單 cosθ 就等於什麼 x over r 所以就等於 √x平方加上y平方分之x 對不起 所以這個cosθ 事實上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x 所以我們最後就畫出來就是說 這一個小小的dQ 在這裡造成的effective electric field 也是infinitesimal 它其實就是這樣 不要忘記了它很小 因為這裡有個dy 那我們剩下來的工作就是什麼 就是把它直接加在一起就好了 那在這邊的話 你最後的electric field 就等於積分第一 那我還是要再一次強調 我之所以可以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我先用了symmetry argument 知道electric field在哪個方向 而不是因為我假設electric field是什麼 是存量喔 所以不要 不要想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第一如果是長這樣的話 我們把不相干的常數就可以拉出去 所以事實上它變成lambda x 4πε0 就全部都跑出來了 所以是lambda x 除上4πε0 積分 從負無限大 即到正無限大 然後有個dy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y平方加上x平方的 2分之3次方分之1 所以最後的積分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我只把它超過去 然後稍微整理一下 那這樣的一個積分 事實上是fundamental 所以我就不要虐待大家了 就如果我們今天有個積分 然後這個積分是z平方加上a平方 你有興趣當然可以自己去算 2分之3次方分之1 你只要查一下積分表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積分基本是多少 好 我們來記一下 好 應該是a平方分之1 然後最後得到這個角度 對 z平方加上a平方開更好分之z OK 好 所以反正你把它積完就變這樣 OK 還滿單純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就是你稍微比0一下 這兩個之間的關係式 所以y就是z x的話就是a 也就是常數 所以這個積分 基本上就等於 lambdax 除上4pi ε0 OK 1 over a平方 給你1 over x平方 接下來的話後面那項 z平方加上a平方 就是根號y平方加上x平方 分母的地方是z 就是y 然後再來帶什麼 負無線大跟正無線大進去 OK 前面的話稍稍先整理一下下 x跟x平方消掉一個 所以你就得到lambda除上4pi ε0 x OK 那 y除上根號y平方加x平方 然後y帶無線大進去 這是個極限問題 它是多少 嗯 還是1 對 很好 然後減掉 帶負無線大進去 帶負無線大進去 它答案是多少 負1 好 所以最後呢 你就把這個算出來 原來後面那一坨 很恐怖的 有一堆根號的東西 事實上最後出來給你答案就是2 於是 你最後 你就可以得到 你的electric fail 1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 lambda除下 2 pi ε0 1 x 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cute and beautiful 它告訴你什麼事 它告訴你說這個其實是正比於1 x OK 所以它跟point charge不一樣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個point charge 我離它很遠的時候 其實讓我看到是1 over r 平方 那如果今天那個系統 total charge是0 它有個diple moment的話 我離它很遠 我看到是1 over r 的三次方 如果今天有某一根線 就是所謂的 非常非常非常長 然後又很直 然後它均勻帶電 你離它很遠很遠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它的這個electric fail 是1 over x 然後你就突然發現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是這個電池電力最後造成的結果 第一它都是用一個什麼power law的形式出來呈現的 那這個power law上面那個指數 或有時候甚至就是被叫做那個power law 或是那個power 似乎跟什麼 跟charge的幾何分佈形狀有關係 就我如果今天是一根線 出來就是r分之1 我如果是個點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r平方 所以這樣的觀察是有趣的 那它真的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我如果今天有一個什麼 無限大的面 那它會變成什麼事 好不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課程呢 就來看一下 我如果今天 有一個均勻 就無限大的一個帶電的板子 sigma等於什麼 total charge Q 除上total area A 那我現在好奇想要問的是 在這個上面 譬如說這個距離叫Z好了 在這個上面這一點 它的electric fill 是多少 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不好 好嗎 那我們做的方式呢 就可以看一下說 老師有很認真的在背課這樣 因為我們要解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怎樣 我們需要用到上一個立體的結果 所以呢 我們是這樣想的 我們下課了 所以呢 我們下一堂課 就去我來看一下 就是在這樣一個均勻帶電的板子上面 就是在這樣一個均勻帶電的板子上面 它electric fill 是長什麼樣子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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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